David老师 听说您今天出手了 而且今天有1再加上0.9个涨停 看节目 今天的盘开小高之后冲高 然后越早越低 由红翻黑 早上就看得出来是开低 开高走低收低的 今天早上您又看得出来是 为什么我早上叫你买股票 所以我先等一下 确定有的在买 等一下老师 所以你刚刚 我今天要买新标的 老师你今天出手了 今天有1个涨停再加上0.9个涨停 1个涨停再加上0.9个涨停 那大家想先听哪一档 先听1个涨停的 还是先听0.9个涨停的 先听 好啦先听1个涨停的 好 1个涨停的 恭喜全国会的好朋友们 以及所有准时收听收看节目的 好朋友们 您手中 3701大众控 第二个涨 今天有涨停 其实我今天跟所有 昨天参加预约买点活动的朋友先讲 我今天确实有想要带你们买大众控 可是 可是什么呢 我想了一件事我觉得不公平 什么事 因为婚人朋友 你上次买的是40到42 41块43块那个价钱 你记不记得 对 今天早上是已经快50了 对 没错 我如果今天早上 让所有参加活动的朋友去买 我会觉得我对不起 因为你们差快10块钱 哇 对吧 对 所以已经有的朋友们 包括婚人朋友们恭喜你 3701大众控 兩根涨停了 所以 昨天我来电的不是这一档 买这个就是为了买涨停而涨停 没意思 好 我们今天买另外一档 另外一档今天盘中 差一档 差一档涨停 差一档 差一咪咪涨停版 好啦 我们等一下再秀给大家看 好喔 那今天给所有参与预言买点活动的朋友 我的讯息写得非常清楚 很清楚 我今天买的新标股是 那个族群里面最具代表性的那一档 代号3XXX 我有给你们两个代号的数字 有 所以你一定知道我讲的是哪一档 而且它是底部起账 它很久很久没起过 它真的很久很久没来 好啦至于为什么要买它 我待会跟大家慢慢分享 那个逻辑是什么 这还有逻辑喔 不能随便乱买 不是啊 随便乱买怎么会涨停 你不动我不动 就是有逻辑 它逻辑很 投资观念要正确 是是是 首先台北股市 今天会涨停的股票很显然 就是长得像大众控这一挂的 都是 腰 对就腰 就是比较偏门的股票 我就腰怎么样 他其实说到大众控 你知道平话也刚刚很好笑 他说老师老师 你是不是又买那种什么没赚钱的 说不喔 人家我们家3701大众控有赚钱喔 对我想说老师 你不要又黑人家 那些奇奇怪怪的 挺腰的股票 几乎都没赚钱 人家我们去年三十几块 买大众控的时候 他就有赚钱 去年从三十喷到一百 对不起我误会他了 他有赚钱 因为我探极啦 只是腰肉点 对因为长得多 股价长得多 你就觉得他腰嘛 那你觉得是谁心得是腰 好像是 是不是 那我喜欢 阿赖克啊 老师刚刚说 打从我认识他三字头的时候 他就腰啊 他就腰了 腰到现在还是腰 我就常讲嘛 什么人买什么股票 我没有说我自己 只不过是没有腰的腰果大使 所以你不要说人家 大众控它就是ARHUD 我已经解释过很多次了 有的 什么是ARHUD HUD是抬头显示器 那你一定觉得 这有什么了不起欸 对不对 每一台车不都有 这有什么大不了 当然啦 不同的level的车 会有不同等级的HUD 没错没错 那大众控这一款叫ARHUD 而且是全世界少数厂商有的 对没错现在还没有 他有对岸的大厂的单 也有类似像Volkswagen 或者某个B的品牌 大家都对这个ARHUD有兴趣 原因就是什么 成像的方式不一样 在画面上 我们今天各位考评 看到就是大众控的ARHUD的效果 没错 可以帮你车道抓至中 两边的边缘转向 然后基本的里程什么那些都有 更重要的是 他的投影在你的前档上面的效果 会非常清晰 尤其是比方说 我们开车的时候 是 不小心遇到起雾 摸摸摸摸 看都没有的时候 把他看着那边的总控制 他可以帮你 确保你行车的方向是正确的 如花看成林青霞的时候 啊 我吓回一跳 对不起 我突然惊讶了 就是能见度没有这么好的时候 是是是 趕快转回来 我以前念大学的时候 我们学校大概春天的季节 很容易起雾 非常重的雾 是 那那个时候 反正我不要讲哪个学校 因为我们学校很适合拍婚纱 很漂亮 哇塞 然后就会起雾 然后你知道起雾的时候啊 就会这样隐隐约约间 就会看到有比方说 一对一对的牵手小手 这样 不知道是朦朦美 朦朦美 还是 没事 还是看不清比较美 没有他们家的你农我农啊 那农物那么重 是喔 这么晚不睡觉 我都想睡觉了 我老人家 扯开了 这个雾来了 对 所以喔 如果你对于3701大中空 为什么会连续 不是连续啦 一个礼拜之后的时间 两根涨停 两根涨停吧 还不太了解的 记得订阅我们的YT频道 一定要 有图有真相 有画面看得更清楚更漂亮 对的 没错 所以呢这档股票 要是有原因的 人家有赚钱啊 今年上半年已经赚一块了 去年才一块三二了 今年就一块零九了 没错 而且他从今年 从去年开始到今年 每个月的月盈收 都是比前一年是真的 已经连续十几个月了 一月增 一月增 不要再说那没基本面 每次人家股票长得多 老师你要买那种奇怪的 我买的股票不奇怪 就只是标而已 就挺标 因为太标了 就会让人家会有不断的 答案那是误解 误解 误解 不能因为人家长得帅 就觉得说他一定花心 对不对 真的会 你看男生长得帅 觉得人家花心 真的 对啊 那长得美呢 眼睛长在头顶上 也会吗 我不知道 可能是一种偏见误解 就像你说 诶老师你那什么大中空在那边长庭 有人插拉架 因为各位好朋友们 你跟我们从40块一路做上来的 是啊 或者去年跟我们从30块一路做上去的朋友 你当然不会觉得插拉架啊 你都贪掉 你怎么会觉得插拉架 是啊 你会觉得你只会想说老师 more and more 再来两根好了 是真的 这有哪有嫌多的 那再来聊聊昨天 所以参与活动的朋友们 是的 我们今天买了一档新标的 老师其实还蛮够意思的 我把族群跟代号的share我扳出来 有 族群是完全秀 然后代号秀一半 所以你一定猜得到 够意思 那个族群们走那一档极大而已 对 没错 就很明显 你看这一档股票 今天的涨势你就大概知道了 好啦 我先讲 这为什么要这样买 首先台币股市 现在的背景条件是什么 背景条件 加权指数跌啊 跌啊 今天破月线 我昨天不讲 今天可能破月线往一万五去撤 早上你看指数开高 你说老师你要猜错了 现在呢 开高走低 一路往下收低 是啊 是不是离一万五越来近 指数如果破一万五 我都不压抑了 但是如果指数破的时候呢 我今天买了这一档就特别强 等一下 老师讲这样子是 感觉仿佛好像是有关联的 有啊 它跟加权指数 刚好会呈现一个逆向 这一档股票是这样子啊 它不是层层比的喔 它是反过来的 哇塞 这一档不是反过来的 所以大盘加权的指数 很好喔 这一档不会涨 所以之前台北股是反抬一千五百点 它都没涨 是 但台北股现在开始修正 修正了 它就涨了 它就活泼了 对 它刚好是副相的 想了解更多的好朋友 老师我们留在YD频道 可以没问题 好不好 所以现在好朋友 昨天的活动呢 真的如我们手一样 下次有机会再来好不好 手脚不够快 要如何 下次请涨了好不好 所以呢 接下来还有新的股票 还有股票可以 让你进场买标果 赚标果 想第一时间把握第一时间 跟上的好朋友们 请务必电话来做波通 跟上脚步咯 哦 这样听起来 懂了齁 不寻常 没有什么不寻常 呃 想当年啊 大家都在念书的时候啊 大家有没有学过统计学 最简单的 相关系数 误必电话 另外你知道是相关系数 不知道 我不是学商的耶 不是学商的 是喔 相关系数 就是我们统计学们有个东西 它的名称叫相关系数 那如果大家不晓得 可以去上网查一下 是的 就是说比方说某 A跟B是成正相关 就是A涨 他也涨 B也涨 A跌 B也跌 是要正相关 那有负相关咧 A涨的时候 它就跌的 那台北股是什么这种 假设A是加权指数 是大盘 大盘涨 股票就涨 那是对正相关的股票 比方说台积电 比方说创意 资源 加重 对 所以在过去 一千多点的行情里面 真的把他表格凶 是 没错 可是应该过去这几天 台积电 哎呀 直直落 五百块都快不行了 真的 我们上次不是大家想要期待 我期待600块什么时候来 对 对 长得越来越远 好不好 为什么叫你3050股票卖一卖 真的 你刚刚卖的点位是不是很帅 我们现在已经很清楚 那为什么台北股市会长账 对 昨天那张美元指数 好的 是关键 美元指数墙 那个是很重要的一个 美元指数墙代表什么 其实那废话就是美元墙 那美元墙呢 对于新兴市场的货币而言 压力很大 台湾是新兴市场 新兴市场 对 但是不是只有新兴市场 其实对美元之外的很多市场的压力都很大 我们举个比方好了 跟台湾避邻的国家 比方说韩国 好 对不对 我们的死对头 韩国 虽然泡菜很不错 但重点是韩国的韩元呢 这一波以来已经贬值快20%了 这么凶喔 对 台币也算好的 所以为什么说不是只有说台湾把 是外资把台湾当提款机 外资把亚洲相关很多国家都当提款机 韩国也是 听死人啊 真的喔 好啦 故事讲到这里 在这种条件下 上周五 我们卖掉很多股票会了解 对 没错 为什么今天要买这个 就是他逆市啊 第一個 美元指数很强 强 对不对 所以美元指数强 外资会卖 那正常的 名门正坏的股票 短线一定会修正 是 虽然说跌不多 加登的美元跌很多 就是几十块而已 胸券 就不算太多 但是你上星期五有卖 你会很爽 没错 因为你刚好卖在高点 是啊 光看你也开心啊 不错啊 家庭金钱又涨 你上星期卖290 280 价差就出来了 随便都司机20块 怎么看我都心里都开心 好啦 那你已经知道加权指数 在最近是弱的 所以你是不是应该把资金锁定 跟加权指数 逆向或者没关系的股票 合理吧 合理 这礼拜生计股强 合一 跟盘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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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档差一档掌停吧 因为你都知道台北股市最近加权指数不强 对不强 你有听我的听估 你看你我上周五 为什么叫你大幅度汇率入带 你以为我是卖辛酸的吗 当然不是啊 我是知道那个会下来 我当然叫你卖啊 所以今天盘拉回 我们刚刚看了一下盘面上的这些股票 其实电子股依然是弱弱的 电子股今天很弱 所以你看喔 大中控他不算是电子股 对啊 他是车用的 那今天这档他应该也不是 更不算电子股了 你看看 更不算 你看看 对啊 所以 虽然他有电了 但是他不是电子股 哦 很明显喔 有 老师真的够意思耶 有电了他不是电子股 有有有有有 承诺我大家 我蛮喜欢无码的 但你就稍微遮一下 我今天的讯息 那个活动给你们的讯息 几乎是无码的吧 几乎是无码 真的很够意思 遮住眼睛而已 哈哈哈哈 就是别人的眼睛 哈哈哈 够意思够意思 没有我是觉得那一档 因为我以前跟大家讲过 所以有一些族群喔 在台北股市是 跟加卷指数会相反 是 这我以前教过大家 所以你明明知道说 台北股市最近指数在跌 今天已经越来越靠近一万五 嗯 思考一下 欸 哦 难怪他动了 嗯 答案瞬间 呼之欲出 明朗了嘛 哈哈哈哈 很明确了嘛 眼前的乌云 已经有时光出现了 这个很明显 只差没脱光给大家看 老师都脱光不好看啦 我们留 遮住两点 遮住两点 左眼跟右眼 不是这边两点 哈哈哈哈 左眼右眼也是两点 好好好 有承诺给大家啦 不会啦 我就觉得这股票蛮有意思的啦 但我跟你讲喔 这股票如果 行情还是要重新启动的时候 所以 他就要回了解 我先教大家 哦 欸这个看盘的每个都已经这么的 剧透了 他就跟大盘逆势 你行情上去的时候 他不就应该会了解 有提醒大家咯 这样会 买了会买 卖了 会 会 感谢 感谢 好 好 那 当行好之后 行好之后 我再来看哪一支到行动 就买了一支 你看看 对 行动不如马上行动 对 行动一定要赶快来做行动 哎 表格你才赚得到 这个动作本来就是不能太慢啦 对 好 老师真的很够意思 不 我觉得这股票就很特别 很好玩啊 他就是一个很另类啊 对他真的蛮另类的 其实我认识那股票很久很久很久 去看这档股票 他本来就不是 很多人说 哎这股票 你已经知道我买的是今天买哪档的朋友 我解释给你听 很多人都会用一些很 很 那个笼统的方式 很routine的方式 跟大家分享说 某某股票要基本面要怎样什么 其实是错的 因为台北股市的股票 从族群里面是要分类的 我说分类的用意啊 不是说 我买的是电子股里面的什么IC设计 什么驱动IC 我买的是细制裁 我指的不是这种粗浅的分类 我指的分类是 在不同的族群里 从传产股 电子股金融股里面 你要细分成什么 什么样的股票 是跟大盘毫无关系的 什么样的股票 是跟大盘绝对正相关 什么样的族群个股 是跟大盘负相关 我指的是这种分类 你就会很清楚说 什么时间点 什么样的股票 会有机会 其实老师的脑袋瓜里面 就已经分门别类 我早就分好啦 你看那个好细喔 我也只有 对好细 刚刚在问那个活动的时候 就说 怎么这么快 我帮你打电话问 他们说不行了 没有了 多讯发完就没了 我在旁边一直在那边呐喊 不要啊 我帮你问喔 真的不是说我说不要 我说没有了 是他们就说不行了 就这样子 老师你讯息已经发完 不能再做活动 好那我不做了 昨天才一天而已 就没了 这么的短 我只是觉得说 其实我前两天都注意到这一档 他有发动的迹象 所以我已经看了他三天了 我有帮大家哀嚎了一下 不会吧 那么短 ok enjoy 那下回我要买什么 你再密切注意 更好脚步 我买任何股票 绝对不是因为今天会 只是因为今天会涨才买 而是要背后有逻辑的 是是是 刚刚有tour给大家了 也有教大家如何来做操作 好来我们第二段咯 好来 好 欢迎你持续回到股市最前线 亲爱的朋友 也恭喜会员好朋友 今天盘持续的震 但是你follow我们的Dev老师 老师今天 1.9支的涨停板 对啊 就可惜今天没有锁度 那我两支涨停多少 老师那说到了 另外一个完完整整的 10个百分点的大中控 我们都知道控把控统系列 我们都会联想到另外一档 那为什么 你说以利店啊 对啊 以利店今天也不错啊 涨7%啊 为什么没有像大中控 一样这么的 因为以利店的基本面 略训给大中控啊 我上次不是跟大家讲过吗 大中控的基本面 第二季出来非常漂亮 对 对 玉月增 那种状态是很明显的 没错 以利店没有 以利店第二季的毛利率 比第一季少了2% 哦 有啦 这个大家有认真去follow 资讯的都有写啊 大中控前阵子 不知道什么 以利店啊 前阵子的那个法说 就有讲了啊 第二季为什么毛利掉2% 哦 不知道大家自己去看一下 法说讲什么 所以今天 就没有 他没有马上锁 对他没有马上锁 不然照理说要两只都长停 对对对 正常来讲啦 可是这一次就没有 嗯嗯嗯嗯 也不错啦 以利店也是往新高的路上走 也还蛮漂亮的啦 所以大中控他今天不到 9点40分 就已经锁住了 我一开跑就看到以利店大中控在拉 哎呦 我是心里暗暗的想 我真的要让 参加活动能买这个吗 可是 这个跟我上次买的价差很远 差 有有有 差两成了 对对对对 不需要让你讲最高了 所以看样子以利店好像也正在往 总体买的路上靠近了 他总体有不意外啊 只是他不会像 他就没有像大中控那么强啊 嗯嗯嗯嗯 所以 呃还是先来跟我说 所以你看嘛 如果你知道你看到像 David给你讲那种 腰股类的股票 动齁 你就心里always就知道说 今天这个盘齁 应该是 没有很强 对对对对 欸真的是这样耶 你要养成这个习惯 就是 投资齁 你一定要永远记得 大盘好 行情好 嗯 什么股票你要认真用力做 对用力做 对对当指数呢 像最近量缩 是 对对美元指数又很强 台积电又软啪啪 对 电子股也软啪啪 那就不要买电子股 买其他 比较另类的 嗯嗯嗯嗯嗯 就比较有机会 可能 时时来电 时不来电 哈哈哈 时而有电 时而没电的 时而有电 欸不错 这种眼光去看他 有机会喔 看来 你欠我一个灯会还我 今天不涨停 明天涨停我也可以接受 反正你就是 你今天欠我的要还 不然我会记仇 会一直碎念 我会碎念 碎念他 你看你隔壁的 对你看你家的涨平 才涨8%你怎么那么废 我看盘就会这样子 明明要顶涨停了 又不好好给他涨上去 对啊 对不对 要直接顶涨停 就一波到底 对不对 不甘不脆 真的 我盘中就 那个同事都会觉得我很奇怪 所以一直murmur 一直在murmur 对啊 对着骨骄碎碎念 是 但是看他手上 看我手上 涨8% 很好啊 涨停版很好啊 会大哟 我的个性就这样 对 真的会这样 就一直念念念 好啦好啦 就直接涨停了啦 忙 不是我们要让股票 属于那个 那个什么 好好的跟他沟通 是 让他理解说 涨停版是应该的 所以前男朋友 你不要嫌活动太短 我昨天有大概提醒大家了 快则明天就是今天啊 我说快的话 明天我就会出手 都有特别说 我的股票都要拉涨停 我今天不出手 我 我干嘛不买 我当然要买啊 对 快则明天就是今天 慢则后天就是明天 所以你昨天有来店的好朋友们 你有把握的 所以有时候 我们这种预约买一点的活动 真的 也不是说我想要多做几天 就能做几天 没有 因为你明天知道 我们当然知道 家园指数最近不好 但不代表股票不涨啊 对啊 是啊 对吧 那你明明就知道 DAVID股票很容易涨停 老师一出手的话 那个涨停板的几率非常的高 因为我们买股票的逻辑 是完全顺着市场的逻辑在做的 所以为什么容易人家会认同 所以老师今天出手 也就是代表说 买盘 其实已经启动了 买盘启动在 比较奇怪的地方 十二有电十二每天 因为不是启动在台积电这一种 腰飞怪的那种 反而启动在一些奇怪怪的地方 不然我问你 今天大中共什么都没有 为什么大中共涨停了 有利多吗 没有 营收特别棒吗 还好啊 是不错 但也没有到很 没有到很惊艳 没有让你觉得特别棒 老师对 你讲的对都对 那你已经两根掌停了 对你已经两根了 那所以还是我对 还是对 掌停版的对 对 所以今天我们要来 老师的操作的逻辑 你要摸得出来一些头绪 其实你常听我们节目 你都会发现说它有脉络可续 不是说我们今天 欸 脸稍微啊 我抓不到 没有脸稍微是让大家轻松而已 轻松 我花很多时间跟大家讲 为什么要买那一档 有喔 有特别讲了一下下 那我刚刚是在YT频道讲的 对不对 那就订阅YT频道 哈哈哈 来订阅YT频道 告诉你标股背后不为人知的秘密 当然记者 这个 这一档股票其实我们节目当中也 有花了蛮长的时间在跟大家来聊 对不对 你说哪一次 这个 大政公讲很久了 讲蛮久的 所以亲爱的朋友 来 这个不是大家都有吗 你没有表示你没听过我节目 你之前赚过的 你应该有 你去年从三四十块弄到快一百块的股票 你不记得 你记得了 应该吧 大政公一粒店啊 为什么他们别人说 那个我很喜欢摇股 就是他们看到大政公一粒店 就觉得你这可不太夸张了 可是我们是真的有基本面啊 有 对 你看去年一粒店从四十块搞到一百二 一百一十几 对不对 然后我问大家了 那时候 我们不是笑说一粒店只赚什么 0.1 好像是 0.13 有赚了 人家今年好多了吧 对不对 真的有基本面啊 只是 筹码大于基本面而已啊 哦 了解3701 欸 一粒店长得还比大众控多 欸 应该说大众控其实 以 我觉得以波段来讲没有比较少 因为大众控上二十块长大的 哦 因为我们买在三十几嘛 所以我们买的比较晚嘛 哦 原来是如此 是就是如此 所以老师那盘一旦 像今天指数的部分 其实有一点在偷啦 可以啦 就是不要太差啦 好不好 指数不要太差 就有很多好股票可以玩嘛 嗯 老师那今天 其实看新闻的好朋友们 也会听到说 欸 大盘好 是因为废犯昨天这这么一根 废犯那根没有用啊 真的嗎 你看那也知道 那不好啦 老师你这样 我讲的也太轻松了吧 他 这就是没有用啊 哈哈哈哈 无需讲这么多 没有参考的价值 不是因为 废犯昨天那一根 跟我没有任何效果啊 不代表任何的意义 你搞不好过两天 废犯都破机器人了 这么稀奇的 老师你这个 我懂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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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跟你讲真的 你要因应 环境时事 去选择什么样的标的容易长 哦 参考的时候 你就往台积电那边去找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往台积电那边去找 那边去找 上个礼拜我叫你卖光了 你有没有注意到我留什么 老师你为什么大中空不要卖 欸对耶 真的 不好说它会涨啊 这么简单 所以今天这一根 扎扎实实的啊 一点都不意外 一点都不意外 欸真的耶 老师真的 嗯 空马空的系列都还有哦 我要讲的是 这些好股票 我觉得投资你要哦 一定要记得 嗯 就是你要备妥两统策略 嗯 一个是行情盘涨的时候 对盘涨 哪些股票会飙 对 另外一个策略是什么 盘不好的时候 哪些股票会飙 欸 你这样可以两边都赚啊 要不然盘不好的时候 每天在那边摧乎瞪眼 怎么可能 哦 我这么怕无聊的人 只要开盘 我们都有办法赚钱 只要有 今天台北股市有开盘 有 我们就有办法帮你找到 厉害的股票 欸真的哦 就像是今天这一档股票 这个 蛮有趣的啦 而且还正在来 你已经知道了 就好好好去享受 这样的标的 也恭喜昨天有来电的好朋友 这一档股票 你都赚到了 有的有的 把握每一次赚钱的机会 真的赚钱一顶都不难 跟对人爱对人 让你标果一档接一档咯 接下来如何赚呢 跟起Dev老师的脚步 广西间留给大家打电话咯 节目中再次感谢Dev老师 来到节目当中 OK 谢谢评话 谢谢全国好朋友们 锁定好股票 天天都有掌停板的机会 乖地频道的好朋友 明天见咯 拜 本人应独立判断神圣评估 并次付投资风险 华外投股 111尽管投股 新字第015号 李宗盘 谢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